欢迎锁定TVBS2100看世界的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佳荣 也欢迎您在聊天室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一开始还是来关注因为金华成容几率弊案 遭到收押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今天是首次被北检提讯 而身穿看守所的制服黄色Polo衫现身在镜头前 另外是因为看守所里面禁止戴金属框的眼镜 他也配合换上了黑色胶框 柯文哲首度被提讯 这也是他收押之后第一次踏出台北看守所 走在其他名被告后方 柯文哲脸上戴着口罩一度面对镜头 却没有任何表情 双手因为上铐紧握在一起 两秒钟之后才撇过头 跟着队伍静静的在法警陪同之下进入了北检 对比这个月我号二战鸭亭 西装鼻挺的他还浅浅的一笑 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 仔细观察柯拼上回现身 白衬衫西装裤如今穿的是黄色Polo衫 这是台北看守所的制服 这六天似乎没有销售太多 但看看他的眼镜似乎有点不同 原来看守所不能有金属框的眼镜 他也勾勾配合换上了胶框眼镜 这回他与彭振生是搭了不同的球车来到北检 柯文哲接受征讯大约两个小时才结束 傍晚五点多上球车回去台北看守所 再看看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生接受提讯时 前面七名被告都陆续下车了彭振生人呢 相隔大约15秒钟才缓缓现身 难道是不想被捕捉狼狈的身影吗 更离奇的是 征讯不到一个小时他又出现 直到中午才与其他人搭球车离开 北检解释 被告上下球车的顺序是由法警安排 不得要求谁先谁后 另外看守所也会发口罩自由佩戴 如果想要用衣物盖住手铐 也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是不是有交办下属快就好 金华城案五名在押被告 四个人提抗告被驳回 只有柯文哲不抗告 声明不愿意让法院为难 但他是沉默配合还是另有谋算 侦查期间一切尽在不言中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而柯文哲对于金华城的容积率放宽 他之前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有周刊爆料就指出 柯文哲他不仅在今年年初 曾经要求过当时的副市长 彭震生重新审视金华城 甚至呢还下了一个条子来 交办彭震生 不管怎么做都好 只要快就可以 打开电脑就拿出USB插着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这习惯早就养成 不料却成被积压的铁证 但调查中的案子 消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北检终于要查了 做动作打假球 在随便乱放话的人 都已经明确的讲了 他的消息来源是北检 北检要自己查自己吗 对北检已丝毫没有信任可言 毕竟周刊爆料每天更新一遍 如今就有消息指出 在金华城按容积率放行之前 柯文哲曾对时任副市长 彭震生下条子交办 怎么做都行 只要快就好 事后金华城子公司 顶月既来曾经信 柯文哲也亲笔拼式公文往返 已花两个月 不如大家当面确认 就是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的进度啊 你讲到尽数协助 然后积极 他第二次的才是讲 尽数积极协助 大家要知道 这在市长来说 是三个非常强力的要求了 只要柯文哲自此之中都知情 据其检方也掌握证据 在今年初监察院要纠正金华城案时 柯文哲就要求彭震生重新审视此案 后来彭震生也回复收到 并表示自己全部听了一遍 都发局跟申请单位都有详细答复 内容好像比纠正文更为真实 而柯文哲也说既然是共事局 那就这样解释 这就很明显的两者是不是在讨论说 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推给了都市计划委员会 让都委会来扛这个所有的责任 没有变成被证实过的事情 拿来攻审科文者 台湾现在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司法跟媒体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毕竟就算讲得再具体各种消息 只要不具名在自家人眼里都不可信 而检方现在也要追涉案人士的金流 传出已经查扣了威京集团的账策 而根据周刊的报道 当中有一份审庆经他论功行赏的名单 总共编列4.3亿的公关费用 甚至直接列出了 给了前台北市长黄大洲200万元 不过对此黄大洲的妻子是严正驳斥 又是相用又是相送 2019年金华城席人仪式上 前台北市长黄大洲 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经 这好交情众所皆知 三年不到2022年10月19日 金华园区进行动土仪式 旁边站的就是柯文哲 前一天北市府核发建造 容金率840% 只是周刊现在爆料 检调取得威京政策 当年共编两次总和 约4.3亿的公关费用 并称黄大洲和金华城 董事长陈玉坤都个别支领200万 威京集团协力 送坤人450万元 时间点的巧合 被怀疑是论功行赏 平民媒体致电黄大洲 她说耳朵不好随即挂断 她的夫人林文英则博斥说 200万不可能 我们从来不拿这些乱七八糟的钱 黄大洲前市长在这个监委的调查报告 也是支持560 而也被发现说 也到省庆金相关的基金会去担任董事 媒体人周一寇则指使黄大洲当市长时 曾铸住省庆金一臂之力 省1987年用13亿元 买了圆塘融铁工厂基地 就是现在的金华城土地 属于第三种工业用地 容积率300% 1991年黄大洲允许变更为商三用地 容积率560% 但条件是捐赠基地面积30% 作为公园 也就是师府核定的392% 这个无可厚非 我不知道说这么清楚的一份会议记录 为什么后来金华城还可以一直录 然后甚至监委在调查的时候 不去看这个白纸黑字的公文记录 金华城曾成功转新为亲子商城 最后仍没落 神信心不断奔走 判增加容积率 不过从别马好到柯的第一任期 都不承认商三容积率560% 至于后续的峰回路转 有无打点 靠赏后屑 就待水落石出 TVB的新闻董佑军 刘婷婷 他不懂 至于跟柯文哲相关的金流 传出简连掌握到了柯文哲 跟木可公司负责人李文娟的 社群软体的对话记录 这也等于间接证明了柯文哲 对于相关的资金流向 其实都是全盘掌握的 不过对于这个爆料 民众党的发言人陈志函说 柯文哲目前被羁押 所以无法证实 也痛批 检调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被检调搜索的前一天 柯文哲曾说不知情木可的金流 而周刊最新爆料 简连掌握柯文哲 与木可公司负责人李文娟的 LINE对话记录 柯曾问李 某知名媒体大亨 100万元处理进度 某知名食品厂负责人 50万到新故乡的账户 哪一些从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从选举剩余款项支出 还有这些我在找你讨论的话语 周刊称 法官认定柯对金流并非不知情 木可公司啊 恐怕就是柯文哲 完全金流的裁决权 李文宗啊 我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终界人 老实说这些周刊的报导 我都没有办法证实 因为这个 现在柯主席已经被积压了 那他人在里头 无法自辩的状况之下 很多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他求证 李文君曾说木可实际负责人 是哥哥李文宗 正是柯文哲 史任静总的财务长 除了查木可 简连也放眼科家 说我们有什么大量 不明的财产来源 这个我要说 这个都不是事实 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 都是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 明明白白来的 周刊只出名 是扣除陈佩琪 喊出的薪水 演讲稿费 版税 发现仍有约700万元 收支不符 与此同时 绿营议员再度质疑 争取争议 黄珊珊所扮演的角色 他就是常进人 他把自己退到第二线去 好像这整个事情 跟他其实并没有 那么直接的关系 包含政治现金 他就是柯文哲的竞选总部的总弹室 这不知情 近代 简教理清 TVBN新闻董欧群 刘婷婷看不到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 在台湾时间明天上午九点钟 就要正式在费城登场了 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 是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 第一次在媒体镜头前面正面对决 到底录死谁手呢 请你明天要持续锁定我们的报道了 不过我们先来看呢 这一次可以说是大家很关注呢 是这个辩论会里面有一些规则 是一定要遵守的 我们先来看几个禁忌 整个正常辩论会有九十分钟 那候选人不能够跟他们的团队 跟幕僚有任何的接触 一旦开始了 就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站在舞台上 那另外呢也不能去参考 你在事前准备好的道具啦 或是做的小抄笔记等等 通通都是被禁止的 另外在整个活动上都有安排ABC广播公司的主持人 来担任提问的角色 所以两个候选人只能够针对主持人的提问来做回答 不能够直接跳过主持人做交互的提问跟结问 那预计呢这场辩论会上呢 当然还是会谈到很多的选民关注的政策重点 像是这个贺锦丽之前主打的希望呢 能够提供中产阶级更好的生活 美国的税务政策 还有国际事务外交关系等等 那当然其实之前呢 我在做过一些跟美国的专家学者访问里面 他们就提到 其实辩论会呢 对最终选举的结果的影响 老实说呢 并不是非常的大 因为他与其是关注政策 很多人在乎的是 候选人能不能够拿出你的气势 你能不能够秀给选民看 你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领导人 所以可能比较像是一场表演跟一场秀 那对贺锦丽来讲 这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川普他以上是这个大炮性格 很喜欢不断的乱讲话来呛别人 所以如果川普在辩论会上 祭出很多连珠炮的攻击 贺锦丽能够承受的住吗 他能不能够接招川普的攻势呢 所以要看呢他的反应了 再来就是呢 贺锦丽跟川普比起来 在美国的知名度还是相对低一点点 选民对他也不太熟悉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利用这样子全国的大量的曝光 来建立他的个人政治品牌 那其实呢 贺锦丽虽然说知名度比川普差 不过他有个优势在于 选民非常厌倦之前的这种川败对决 所以呢拜登退下来交棒给贺锦丽 贺锦丽有一种让人家耳目一新跟清新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他可以好好利用的 那另外民主党内部呢 其实也强调这场辩论会的看头呢 可以说是可能美国的选举史上 第一次有检察官跟重罪犯的对决 他们把川普呢定位成 他身上还有官司嘛 所以这是一个检察官跟罪犯之间呢 直接的沟通的桥梁 所以贺锦丽或许也可以利用他的过去的这些法律背景跟经验 多给川普施加一些压力 那他最近几天呢 蛮认真的都待在宾州的饭店里面来钻研 我们刚刚提到的政策 政策面的论述上呢 还是输人不输政一定要准备好 那另外就是呢 在这个视觉效果 他团队也帮他想了很多方式 看是在这个辩论会当天的 穿着打扮啦 装法造型上能做一些调整 在这个准备期间呢甚至还帮他搭了一个模拟的辩论舞台 不管是这个灯光啦 或者是呢还找了幕僚来假扮川普 让他呢好像是这个身丽其境来感受一下辩论会当下的氛围 那也是回顾呢川普过去很多这个公开场合辩论的影片 来找到呢川普论述的这个破绽 希望能够让贺锦丽尽快熟悉 跟川普呢正面交锋的感觉 那至于川普的部分呢 他跟贺锦丽非常不一样 他几乎呢没花时间在研读政策 这是这个媒体的报道透露 他其实呢花比较多时间在调整他的表演技巧 像我们刚刚讲的辩论会呢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要怎么样秀给选民看 我的气势我很照 所以他花在这个部分呢 非常的这个认真跟用心 那另外在这个论述的部分真的要吵架的话 川普他其实是一个理论的信奉者 这个东西叫做乱枪打鸟论证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明确的逻辑 不过可以搬出很多的这个爆点 很多的奇闻异事 把他串起来攻的对手措手不及 所以川普呢打算呢 用这套招数呢来对付贺锦丽 那他也非常有自信了 川普就说呢 他很有信心 他一定会赢 抢贺锦丽输顶了 专机抵达费城 贺锦丽马上就要在宾州国家宪法中心的辩论舞台上 和川普首次正面对决 辩论前川普又在造势场合上抢贺锦丽 一定会像拜登一样惨输 但是密集特训的贺锦丽也没在怕 贺锦丽1年5天在皮斯堡特训 包含要怎么应对川普可能的人身攻击 这一次辩论对两方候选人来说 都是要说服中间选民的关键机会 毕竟宾州是握有19票选举人票的关键大州 也是每次最终决胜负的战场 也有人认为贺锦丽会摆出一副虎妈 或是检察官架式对付川普 直至目前民主党正宜 似乎看到换败后的热情逐渐消退 川普民调反倒有超车趋势 也让这场辩论更有看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民调数字上 川普跟贺锦丽其实还是咬得蛮紧的 我们来看这份美国蛮权威的民调数字 这是纽约时报跟SINA College 共同做的民调 目前显示川普的支持度48% 贺锦丽则是47% 只差了一个百分点 这份民调的重要性在于 您还记得2016年吗 当时川普跟希拉蕊 其实在很多的摇摆州选情也拉得很近 不过外界还是一面倒认为 希拉蕊胜选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当时这份民调是少数预测川普胜选的民调之一 最后也果然命中了 这份民调的参考价值其实还是有的 那目前川普是稍稍领先贺锦丽 当然这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那另外另一份数字来看 这个也是很多人认为蛮有参考价值 这个是一位知名的统计学家希佛 他做了一份最新的模型 那跑完之后呢就发现 川普他赢得选举人票的几率 现在冲上了63.8% 为什么要强调选举人票呢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呢 不像台湾一样是普选 而是有一个选举人票的机制 像刚刚提到2016年当时的选举呢 其实希拉蕊赢得的普选总票数是比川普多的 不过就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 当年度呢川普拿下比较多的选举人票 最后呢是川普获胜了 所以这个统计看起来呢 川普现在的赢面其实还是蛮大的 那这位学者他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媒体分析不一样 他认为呢其实辩论会还是蛮关键的 所以川普呢可能不只要去好好的调自己的表演技巧 在政策上也要来审慎的应对 贺锦丽可能会抛出一些困难的问题给他 那另外呢是矽谷的这些员工呢 现在都开始在压保美国的科技业一向是比较左派的 大家都在猜到底谁会当选呢 就从这个捐款金额来看呢 捐款给谁多代表他们更看好这位候选人 结果这个结果您可以看到一面倒的 这几家科技业大公司呢都认为贺锦丽的赢面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这边帮大家整理了这个美国的五大科技公司FAANG 这几大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像是这个 微软的部分捐了110万美金给贺锦丽 但捐给川普的呢只有8.8万 那甚至呢Meta更这个比例差距更悬殊了 贺锦丽83.5万川普只有2.5万 那这个是矽谷的员工跟家属加起来的捐款金额 另一个没有列在上面的FAANG是Netflix 他们的创办人以自己的名义Reed Hastings 他捐了700万美元给贺锦丽的阵营 这也是呢他个人生涯当中 捐款给政治相关的这个候选人跟团体最多的一次 所以可以看到呢整个科技业似乎呢都对贺锦丽非常有信心 所以跟川普的捐款金额刚看其实有一些比较夸张的 甚至可以差到多达40几倍 那当然川普阵营现在呢他们最后在这个辩论检细 还是想要带一些风向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呢不断在散播一个假讯息说 海地人呢会吃猫咪 希望能够激起美国人对移民的恐惧 川普曾经的搭档彭斯 前国防部长艾斯培 前国安顾问波顿 共事过的人通通闹翻遍穿黑 贺锦丽团队最新的竞选广告 批川普不够格当总统 共和党这边的救援投手居然是猫咪 参议员克鲁兹还写 不要吃猫咪到底为了哪装 原来川普的副手范斯某文骂海地移民 在俄亥俄州的春田是制造混乱 有人的宠物被非法移民绑走或是吃掉 边境沙皇贺锦丽你人嘞 不过CN查证没有猫被吃掉 民主党也反抢原来川范配是黑白配 Obe Gond 不过明天川普就要跟贺锦丽电视辩论 共和党测试建议川普还是收敛点 不要羞辱贺锦丽 要打自己有力的经济议题不要失交 至于贺锦丽有人建议她爱笑才会赢 就是这个魔性笑声笑到川普痛恕 难怪川普先前狂骂贺锦丽是笑婆 只要激怒川普 吓走中间选民就赢了一半 其实川普擅长乱枪打尿 不按牌理出牌 贺锦丽恐怕也只能见招拆招 再来关注是乌尔战争的最前线 现在乌克兰是寄出了无人机的反攻 而且是在晚间的时候来清洗俄罗斯 俄罗斯军方的说法是 他们成功击落了70架的无人机 至于在这个地区分布的部分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攻击区块 是在跟乌克兰接壤的布阳斯克州 有59架的无人机往这个地方飞行 而另外12架则是锁定在首都圈 在莫斯科周边都被侦测到了 虽然都被击落 但是莫斯科毕竟是首都政治中心 也是重镇 所以当局不敢大意 把莫斯科周边的三座机场都做了封锁 所以暂停所有的航班来起飞 那另外呢在莫斯科附近的也有一些大楼呢 因为这个无人机席的奇迹的关系出现了受损的情况 但是呢俄罗斯官方强调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乌军呢 他们目前除了在这个无人机的部分呢 来发动这个夜袭的攻势之外 在俄罗斯境内的库斯克州 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动作 像是呢一座俄军的浮桥已经被炸断 乌克兰攻打俄罗斯边境的行动也在持续 俄罗斯的贝尔哥罗德境内 又有一座游库遭无人机攻击爆炸 各地警报声大作不断传来爆炸 由俄罗斯部队指挥官表示 乌军很快就会朝库斯克核电厂前进 乌克兰军方还公布最新画面显示 他们使用三枚海马斯飞弹 炸毁俄军在库斯克塞伊姆河建造的浮桥 目的是要阻断俄军之间的连接 这也是主力部队的增援路线 此举也重创俄军的后勤 大桥被炸代表当地居民也难以撤离 此时库斯克却还在准备地方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钦无视乌克兰已经攻入国境 现在当地民心开始动摇 连俄国自家民调中心都显示 普钦支持度已经从8月中的77%掉到72.4% 更谎论真实的民调 对于乌克兰部队亲门踏户 普钦恐怕不能再不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科技界的大消息是 苹果公司在周一公布了最新的iPhone16 那本来很多人都在猜在价位上会不会也变贵呢 结果让蛮多人跌破眼镜的是最新的iPhone16系列跟去年的iPhone15比起来 价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详细的售价部分呢 这个Pro的起价是999美元 至于Max是1199 那当然呢这个价格的部分维持一样 对很多的投资人来讲当然是不太满意的 所以在新的系列公布之后呢股价并没有上演庆祝行情 在最终是平盘作收的 那至于苹果会做这样子的定价策略主要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呢美国现在经济似乎是放缓了 像这个联准会呢就被预计可能这个月会宣布降息一到两码 甚至被认为两码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可能考量到呢整体的消费实力 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担心 目前呢这个手机的AI功能的进度呢 好像其实还是处在初期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也让分析师感到蛮失望的 而综合这两个原因呢导致苹果做出了这样子的定价的选择 那专家其实呢也不太看好呢会先起换机潮 认为呢以往苹果手机上市会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甚至呢开始想换手机 但这一次呢这一款机型主打的AI功能看起来呢 跟外界预期的还有一段蛮大的落差 功能其实蛮不完全的 甚至呢AI的中文版本还要等到明年才会上市 或许迟到但苹果绝不缺席 I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n exciting new era And here it is 苹果终于不再当AI领域的最强落后者 新iPhone 16亮相总算内建苹果AI 认识改写一键请AI 收到讯息AI也先帮你整理重点 还有智慧模糊搜寻 AI也看得懂你想找穿红衣跳舞的照片 看似很威 收担几雷 仅限英文 拍謝啦 苹果AI还在学中文 此外部分功能也还在测试 美国以外的地区恐怕要等明年 这让外界不看好能掀起换机潮 苹果能在AI之阵极起直追吗 专家先叹了一口气 不过20日的iPhone首播开卖地区 除了台湾首度加入南韩 南韩媒体就报道 苹果想把南韩当成AI测试的平台 不过背后的赢家还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因为iPhone 16搭载A18晶片 就是台积电3奈米制程生产 现在就连南韩的专家也认输了 说台积电量率稳定 苹果高通等大客户 没有理由不找台积电 有时做不到 再来看这是要跟苹果互别苗头的华为 他们在苹果呢发布了新的iPhone16之后 不到24个小时 也举办了自家的新机发布会 要发表这个最新的三折叠手机 那当然现在在整个中国市场上呢 其实可以关注的是苹果的手机销量 在逐渐下滑 所以是不是华为趁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来抢摊呢 那当然苹果他们现在希望呢 可以透过AI希望能够再把一些市场给抓回来 不过最大的关键点跟障碍就是在于呢 中国大陆政府的相关的监管 所以包括这一次呢新发布的iPhone16呢 对于相关的这个上市的时间呢 他们都有特别强调说这个智慧功能呢 能不能够启用还是要看中国大陆政府 他们的审批情况而定 所以整体的状况看起来 其实仍然是蛮不明确的 那至于华为这一次他们新发表的三折叠手机呢 在开卖前三天在网络商城上开放预购 是销售数字呢还蛮不错的 有330万部 所以这个图显出呢 其实华为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突破 美国政府的制裁 那现在好像对苹果也取得了比较大的优势 从这个销售的这个 售字可以看到好像在制裁底下呢 慢慢慢慢找出了自己的方向 那很多的专家分析也都蛮看好 认为呢他们可以巩固呢 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甚至呢已经站稳脚步来跟苹果做这个 比较长时间的抗衡了 不过分析师呢 他们分析就发现 华为虽然有这样的进展 不过恐怕呢 目前的整个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份额跟竞争力 还是蛮难对三星跟苹果 带来非常大量的冲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呢 能够影响到部分中国市场的销量 华为深圳旗舰店门口大牌长龙 为的就是10号推出的全球首款三折叠手机MAT XT 门市第一时间展示新机 涌入大批民众要来体验 在我后面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华为三折机MAT XT 可以看到呢 它掀开来以后呢 旁边最大的厚度呢 也就只有5公里 它现在的话呢 被装在一个类似像珠宝贵一样 旁边呢还有保全喔 我现在人呢 就在华为的深圳旗舰店 里头的话呢 有不少人 一大清早的时候呢 就已经要排队来等待看时机喔 好 这是里面 再来看一下 外面呢 一直到下午的时候呢 还排了不少人喔 他们是等待要进来的 再来看一下呢 由于元素非常的众多 在网顾上面呢 就说现在这个三折机的预购元素 已经到达了300万 华为三折叠机要价不菲 最便宜也要新台币8.5万元 一提容量价格更是突破新台币10万元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吧 我之前估计价格应该也算2万多左右吧 女孩子嘛 拍照什么的 还是喜欢那种双频的多一点点 华为Mate XT将在9月20号早上10点08分 正式开售 预约一开 无论线下还是线上 都陷入疯墙状态 预约的话需要在这个 我的华为小程序上面进行这个预约喔 对 不过今天已经预约满了 华为官方商城预定量 已经超过300万 港媒报道 黄牛已经纷纷出动 网上炒到一台 53999元人民币 被调侃式电子茅台 火爆人气完全压过 同天推出的苹果iPhone16 TVBS新闻陈向如 谢贤信 深圳报道 再来关注是英国皇室的最新消息 今年3月份呢 凯特王妃她发布了一个震惊 全世界的讯息是 她罹患了癌症 当时呢在做预防性的化疗 而时隔将近半年之后呢 她又再度呢公布她的最新讯息 跟大家分享是呢 她已经完成目前所有的话聊了 不过也讲到呢 回顾过去这九个月 确实对他们全家人来讲呢 其实呢都非常的困难 那现在距离完全康复 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的 不过至少现在呢 心里面放下一个大石头 不管身体或是心灵上呢 都有更多的力量 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这一次呢 她除了发布这个讯息之外呢 其实也有公布一段呢 非常可爱的影片 里面可以看到呢 她跟丈夫威廉王子 还有呢三个孩子 这个路易王子 还有呢夏绿帝公主 跟这个乔治小王子 一起在大自然里面呢 共度这珍贵的天伦之乐时光的 这样的影片 让人看到其实呢 她的状况看起来跟之前相比 气色其实好了蛮多的 而凯特王妃也说呢 她接下来会努力的调养身体 希望能够尽快呢 再来履行王室的义务 来恢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请你继续 夏绿帝公主 我无法告诉你 什么感谢 我终于终于终于 我终于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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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9个月 都非常厉害了 我们的家庭 你所知道的生命 可以在一瞬间改变 对话洋装 宣告化疗终于 结束了好消息 是在拍摄吗 你好 你好 11岁的乔治王子 9岁的嘉绿帝公主 和6岁的路易斯王子 也和大家打招呼 这段影片是上个月 一家人在英格兰东部 诺福克度假时拍摄 陪上凯特王妃亲自口述 她已经准备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尽可能参加更多公共活动 42岁的凯特王妃 今年1月进行腹部手术后 突然消失了80天 引发外界各种揣测 3月她发布影片 对外坦诚自己得了癌症 没有透露癌症肿类 但当时凯特脸色苍白 声音虚弱 看得出她正为了庞大的压力 和病痛所苦 第一次送她自身 坐在桌子上 非常兴奋 非常愿意 但你也能听到她的声音 感觉是非常疼痛的 年轻之后 我们看到她在另一边 从宣布进入化疗后 凯特就取消所有公开行程 直到6月 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与王室成员一起参加 国王查尔斯三世生日庆典 观看阅兵仪式 7月惊醒现身温网南丹决赛 由女儿夏绿蒂公主陪同 担任颁奖人的凯特 穿着紫色洋装 看起来气色已经恢复许多 如今再度现身 带来化疗结束的好消息 英国民众都松了一口气 没有凯特陪同的日子 威尔斯亲王威廉出席公开活动 总是行单引之 上周她参观了轮堆一家画廊 透过艺术更了解 英国各地无家可归者的生活 威廉续着胡须 仔细聆听介绍 大多时间眉头深锁 偶尔才露出微笑 英国王后卡米拉同样形成满档 走访全国各地 了解慈善机构运作 慰绕军方或是发表演说 高龄77岁的卡米拉 一间扛起王室旅行公职的重责大任 面对王室两名成员 包括自己的丈夫查尔斯三世 罹患癌症 卡米拉月初造访新成立的 戴森癌症中心 为病患和家人加油打气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 和休养后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四月底恢复公务行程 出席公开活动和民众亲切互动 精神体力看起来都相当不错 开幕剪彩仪式 遇上小状况 怎么剪都剪不断的彩带 让查尔斯开怀大笑 8号她前往教堂 因为这天是她的母亲 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逝世两周年的日子 英国王室也正努力一步步 脱离各种阴霾 至于脱离英国王室 超过四年的哈利和梅根 近期高调出访哥伦比亚 宣传儿哨心理健康网络安全问题 两人受到宛如王室般的礼遇 进入2024下半年 英国王室逐渐摆脱八卦的纷纷扰扰 随着凯特王妃宣告付出 也让民众更加期待 接下来能看见主要成员 回到岗位旅行公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至于摩羯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 持续在重创越南的北部 夺走了59条人命 而最新的消息是 当地东北部的一座大桥 因为河水太过湍急 不断地在冲刷着桥墩 导致大桥是瞬间崩垮 有十多辆汽机车因此掉进了河中 车辆准备开过大桥 没想到下一秒 大桥中端部分突然断掉 前方卡车到头栽 瞬间水滑四起 后方骑士击杀满脸惊恐 气血意外发生在越南 东北部副寿省 当地丰州大桥崩垮 汽机车瞬间跟着摔进水里 仅有四人幸运获救 还有十三人下落不明 受台风摩羯影响 红河水未暴涨 冲垮丰州大桥桥墩 大桥崩塌后 水面上几乎看不见桥的残骸 我感到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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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有100名官兵加入救援行列 但由于洪水水流太过湍急 让救援困难重重 摩羯台风重创北越 不仅带走59条人命 基础设施和工厂也遭大规模破坏 心血全泡汤 老板娘忍不住落泪 越南气象单位认定 摩羯是数十年来 袭击越南的最强台风 周六登陆时 风速达时速149公里 虽然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但雨量过大 带来山崩和土石流等灾情 TVB新闻最后报道 至于在南韩呢 今年非常奇特的是 都已经进入了9月 要几乎中旬了 不过气温还是非常的高 当局发布了好几波的热浪警报 而极端高温也影响到 农作物的收成 像是蔬菜的价格 跟去年相比 就上涨将近五成 很多民众就高呼 像苹果跟梨子这些水果 都贵得几乎要买不起 满仓库的苹果水梨等着运送到超市贩售 中秋节即将到来 南韩民众抢着要买水果礼盒 但近期食品价格飙涨 苹果水梨一度被称为是金苹果金梨 根据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调查 由于廉价前苹果和水梨的供应量增加 跟去年相比 价格分别下降了13.1%和10.4% 然而酷热导致蔬菜收成不好 价格仍持续高涨 但是都9月了南韩还是热热天 首尔9号甚至出现史上最晚的热带夜 也就是说夜间气温高于摄氏25度 秋老虎发威到了白天 气温更是飙到31-35度之间 街上民众各个撑阳伞 狂伤扇子 有的还挂着降温景圈 9月了解决了 5分之后 泡流了太多 而且还凌晨 气象预测图上全国一片红紫色 有183个天气预警区 当中高达8成已经发布热浪警报 光是上周末就有39名病患疑似热中暑 这波热浪预估将持续到中秋廉价结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邀请您拿起手机 在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跟分享 如果您是用电视机收看的话 一样可以在用手机在聊天室 留下您对新闻的看法 来跟大家做互动 我们再来关注呢 是大陆放宽了过境的免签证政策 希望能够吸引到外国游客 但是有日本游客呢 在北京的圆明园观光的时候 却被大陆的网红给入霸 而影片曝光之后呢 这名网红没有获得支持 反而IP是滥用爱国心在赚流量 大声怒呛陪同翻译 日本游客满脸震惊 他们7号到北京圆明园游玩 准备拍照时 大陆翻译员请站在旁边的博主 稍微让一下下 结果博主大抱走 日本游客和翻译员决定离开 结果这名网红不依不饶 一路跟拍 圆区保存人员到场 然而不但没有平息冲突 还火上加油加入战局 圆明园是清朝新建的大型皇家园林 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和破坏 如今被大陆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提醒民众勿忘国耻 日本游客无辜中枪 这名叫做亚人的网红在抖音拥有32万粉丝 影片曝光后他没有等到喝彩 而是被大陆网友怒劈超丢脸 大陆官媒也发声批评 网红行为有损大国形象 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 此事也惊动了大陆外交部 对于个人的言行我也不做评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 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该博主也被齐底 在2019年美国留学期间 犯下敲诈勒索 性侵等罪行 风暴愈演愈烈 该博主紧急删除几百部影片 一番操作可以说是投机不逞18米 TVBS新闻叶志宏 蔡宇杰综合报导 而美国的众议院 在最近无意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 叫做台湾冲突贺阻法 一旦北京犯台的话 那美方就会直接冻结北京高官 在美国的资产来达到贺阻的效果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在黄勋才政府上任后 首次访问北京 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会谈 中方指出维文表示 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明确反对台独 维文表示 新加坡新一届政府 愿以明年新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 筹备好高层往来 北京透过外交强调一中政策 美国更防范北京入侵台湾 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推出 台湾冲突嚇阻法案 如果中国选择攻打台湾 美国财政部依法将公布 北京高官的非法资产 不只公开点名收入贪腐官员 并冻结在美资产 众议院无意义通过 学者认为有嚇阻效力 但也有疑虑 如果中共真的有犯台的准备 那么他的高官可能现在在准备 把一些美国的资产移到其他地方去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嚇阻的方式 会不会在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遭致到反效果 因为美国有很多的企业 还有个人在中国大陆生活或投资 不只嚇阻中共犯台 众议院本周排审法案 堪称中国周 包括防止戒选间谍 戒指大将向美国出口 销售新款无人机 超过25条抗中法案 都刚好排在一起 新闻的处理上 可能是比较有一个效果 国会议员可以通盘的了解 目前国会 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 有哪些的可能的方法 学者分析 技术性的把中国相关法案排在一起 正值美国总统大选 凸显民主党共和党都在比抗中 TV新闻 郑盛伟 张正安 全日文 台北报道 美国NFL 迈阿密海豚队的球员 开车去比赛的途中 因为超速被警方拦下 不过警方之后呢 却是把他强压在地 还靠上手铐 他的经纪人就控诉 这很明显是职访过当 迈阿密警察大声喝斥 从黑色超跑中拖出一名非洲裔男子 两名警员合力将他押制在地 并上靠逮捕 然而这名身穿白色吊嘎的男子 来头可不小 他是NFL迈阿密海豚队 街球员Terry Q 在对战杰克森维尔美洲虎 当天赛前三个小时 开车前往球场途中 因为超速被警方拦下 没想到遭遇粗暴对待 事发太过突然 HEO根本无法反应 幸好当时队友经过帮忙解围 如今警方秘露器曝光 HEO似乎没有警察认为的不配合 却遭压制上铐 迈阿密警方因此被质疑 执法过当 那是警方的警方 那是警方的警方 她被盖了 那是最激烈的 好在HEO只收了一张违规罚单 上铐25分钟后被释放 最后赶上比赛 设施的远警则暂时被停止 接受调查 TVN新闻最后报道 而大陆现在常常发生一些追星街机的乱象 像是呢 有一名偶像明星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 有上百名的粉丝冲上去疯狂推挤 差点就酿成了 踩踏意外 帅气摆pose 他不是男团idol 而是大陆桌球金牌王楚清 他受邀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人气爆棚的他 带动杂志一分钟就卖出十万本 上铁才答应好好守规矩 偶像一降落立刻破功 粉丝陷入狂热情绪 凤狂推挤之下 还有人跌倒几成一团 这有几个粉丝摔倒了 后边的人也根本看不到 直接跨过去 北京首都机场T2航站楼 日常仅有一百人左右接机 然而偶像团体犯金 客流量猛增七八倍 警方最终带走多名疯狂粉丝 要求写下回过书 粉丝变成偶像的育林军 自发组成社群 并发展成为有组织 专业化的圈层 也被称为反圈 二十到二十九岁青年占比超过七成 不仅有行为准则 而且内部等级严格 首先就是去网告别人 去造谣 然后去搭别人的私生活 然后去举报他们 有些粉丝还会直接送花圈 或者翻出素人博主的照片 甚至吵到约出来 大打一场 面对犯圈乱象 大陆公安部 宣传部等多次发声 将进行坚决抵制和惩戒 要来压制这股追星歪风 TVBS新闻叶俊宏 蔡一杰综合报道 另外这位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曾经在电影《星际大战》中 为黑武士配音的James Earl Jones 语世长辞 想骑瘦93岁 而其实他儿时患有严重的口疾 后来是如何克服困难成为明星的呢 带您来回顾他精彩的一生 美国资深影星 詹姆士·厄尔琼斯逝世 想骑瘦93岁 观众很可能不熟悉他的脸 但只要听到他的声音 绝对不会忘 电影《星际大战》中的反派角色 黑武士达斯维德就是由琼斯配音 戏中的黑武士是由另一名演员饰演 但导演乔治·卢卡茨认为 琼斯的声音更让人有不祥之感 因此指定由他配音 之后《星际大战》所有系列电影 琼斯都回归为黑武士发声 直到他高龄91岁 迪士尼影集《欧比王·可诺比》中的黑武士 仍然采用他的声音 琼斯也分享了为黑武士配音的诀窍 琼斯的声音 美国几乎驾驭呼啸 当年只要打开电视看新闻 就一定会听到这三个字 美国电视新闻网CNN 邀请琼斯为新闻台的台呼配音 他只花了五分钟却成为经典 琼斯低沉带有磁性的声音 适合演绎权威和专业的角色 他在电影《狮子王》中的配音也深受喜爱 琼斯堪称美国最顶尖的声优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他其实患有口疾 从小饱受嘲弄和羞辱 童年时期 他完全不敢开口说话 直到高中时 一名英文老师拯救了他 教导他写诗 并鼓励他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 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你发现了我写诗 你帮我写诗诗 我写诗诗 我写诗诗 许多得奖电影的演出 像是《梦幻成真》 《猎杀红色十月》 《爱国者游戏》等 他也演出许多舞台剧 获奖记录 《梦幻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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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第二步 琼斯一生完成了200部电影和电视作品 曾经与他共事过的演员们 也纷纷发文向他致敬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星雨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今天下午出席活动被问到 未来星雨的展望是什么呢 他就透露可能明年 会在纽约达拉斯跟休士顿 来设直航的航点 有一个表柜吗 没有到那么多表柜 我跟你讲我很多表 你又说我太奢侈 说太少你又不相信 搞笑说怕被嫌太奢侈 张国伟出席 连名表记者会 身家百亿 讲话还是很清明 他是造价是最昂贵的 所以我还是要 等一下去跟百年龄要一下折扣 看能不能送我便宜的 前几天被诚哥po文 说他开飞机广播英文念不顺 他亲自留言回说 自己是台湾小孩 英文不是强项 英文好不好 其实就是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我觉得重点是大家听得懂 这最重要 因为我们也不是要当英文老师 说自己也没太多时间用社群媒体谈到新语的新航点 一开始还想保有神秘 我现在讲什么航点 我的竞争对手 就大家都开始在那边讲 不过我跟你讲 美国主要的航点 我们都有在考虑 包括纽约 纽约是一定要去的点 当然我们有考虑到 达拉斯 然后 休斯顿 透露明年重点都在美国线 洛杉矶和西雅图都要加到每日一般 继续拓展新航点 特别新闻 杨全博朝日人台北采访报道 吴东亮想以500元的价码向散户来收购 9月20号就好了 19号他们都去 20号 所以东西都没了 我们都不敢乱讲 委托书同楼业者还没有开张 倒是在卖起了寿司 只是随着新光经 10月9号股东临时会步步逼近 外传吴东亮为了互清新光经 先是绑定全通长龙联州三大委托书同楼业者 以每张上看500元价码收委托书 还要求新光经协理级以上员工 要交出委托书 否则将被处分 为什么台信金这么急着 释出这么多的条件要来收购委托书 目前看起来 小股东们还看不出 令新光经对他们的好处 是否真的大于中信经 大张旗鼓及其收委托书 就是因为摊开新光经十股比例 吴东经派约一成 吴东亮派也只有8% 但其他像是散户就高达五重三 外资也占超过两成 只是想抢委托书的 还有他 我可以当No.1 为什么要当No.4呢 我现在就是No.4了 台信不管他现在 12还是13 我没有批评人家的地方 但是他跟我们合起来 还是No.4 新光经创始家族大股东林博汉 也不想情上加薪 上周表态要挺中信经 砸重金抢轻 和媒体受访时 他也呼吁散户们 要将委托书找给他 或是他的阵营 不然就是选择不出席 让零股汇无法达到 法令超过二分之一股东人数 或三分之二的统一门槛 让合并案破局 到底新光经要嫁给谁 看来还有得吵 TVS新闻新闻小女 终于台北长报导